看到有男子酒駕開 藍寶堅尼上路被遠景攔了下來 那遠景還好心給他一瓶礦泉水 讓他漱口 但是沒有想到男子卻反咬遠景 拿酒給他喝 大清早開著藍寶堅尼的駕駛 被警方攔下 濃濃酒味立刻從車內飄出 駕駛莊沒聽見 還一度想踩油門離開 看他一臉心虛 遠景更覺得可疑 檢測棒亮起紅燈 但駕駛說什麼就是不肯酒測 警方給他礦泉水漱口 卻好心被雷清 明明喝的是水 卻睜眼說瞎話 再將警方故意害他喝到酒 都說酒後吐針岩 但這名周星駕駛 卻是酒後再瞎掰 原來他通宵飲酒後 在清早六點多 開著朋友的藍寶堅尼 酒駕上路 重回事發現場 當時駕駛就是開著小牛跑車 來到北市東區街頭 但他卻沿路行駛 在這條雙黃線上 後方巡邏遠景 察覺有意 於是將他攔了下來 違規行駛被警方盯上 遠景好說歹說 周星駕駛就是不想酒測 當場開出罰金十八萬元的 據測單吊銷駕照三年 還出動特殊脫吊車 用懸掛式脫吊處理 由於周星男子 開的是藍寶監理跑車 底盤低 加上一台要價一千四百多萬元 普通的脫吊車 可能會造成車損 脫吊業者就怕 磕著碰著 脫吊過程中一再小心 和朋友借來千萬跑車 這下被吊扣又罰錢 游移的小船恐怕要翻了 記者洪曉璇萬家瑋特別報導